兄弟们 你知道欧洲农场是如何养地的吗? 看看这样的场景 就问你视觉效果漂不漂亮 它们养地主要有两种方式 首先就是种植绿肥方式 在田里种植牧去草 紫云莺等豆科类的植物 有人会问 为什么要种这些绿肥呢? 其实就是这种植物有固蛋的功能 能够提供全面的营养元素 特别是蛋素养分 培养地利改良土壤 绿肥长到二三十公分高的时候 就会进行翻耕 将其埋入地里 这是荷兰农场的绿肥翻耕场面 地里种的牧续草长得很茂盛 一台大型的农机开过去 前面装置将牧续草粉碎 后面铁梨将牧续草翻过去埋到地里 经过腐烂发酵之后 就变成了有机制环田 每年一次这样的绿肥翻耕 土壤有机制含量越来越高 这样的农田就问你羡不羡慕 不仅仅在荷兰的农场 会种植绿肥来养地 在德国、法国等国家的农场 同样会采用种植绿肥来养地 再来看看第二种养地方式 施农家肥养地 施肥车从养殖场的粪便发酵池里面 抽取粪便液 存储在大型存储罐里面 开到地里 展开施肥架进行施肥 然后进行翻耕 翻耕机后面跟着一群小鸟 找地里的蚯蚓吃 这画面简直太和谐美妙了 还有一种集成式的施肥翻耕机 前面的悬更离将地翻开 液态肥通过中间的施肥导管 进入到地里 后面的霸地滚轮将地爬平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省时省力 用农家肥养地 也是相当不错的 分享这期视频 就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 欧洲国家的种地养地方式 不要总以为他们 用大量的化肥来种地养地 种植绿肥和施农家肥 才是他们主要的 种地养地方式 反过来看看我们的农业主产区 不知道如今还有多少农民 在坚持用欧洲这样的方法 来种地养地的 还有如今的高标准农田越渐越多 土壤肥力是个问题 能否像欧洲那样 在冬季的时候 种上紫云鹰等绿肥 以此来提高高标准农田的肥力 大家觉得这个方法怎么样 好了 我是谭谭 关注我 带你看遍全球农业的新技术新模式